现在我们说坡函数 一般我们用这样子表示 这种坡我们称它叫做什么坡呢 叫做行进坡 traveling wave 你看这个坡 这是不同时刻 这是不同时刻 就是说它起初在这里 等一下经过Defat T秒就跑到这里来了 再经过Defat T秒 就是这一组 再经过Defat T秒又是这一组 所以你看到这个坡峰 其实它不是这样一组一组 你看到这个坡峰 它就是从这里移过来 不一定要看坡峰 我看坡谷也是移过来 也是往这边跑了 我看任何一点都是一样 不过只有看坡峰跟坡谷 我们才看得出来 对不对 一个绳子在跑的时候 最清楚的就是坡峰那一点 坡谷那一点 从这里到这里要经过一段时间 叫VT VT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这个叫做traveling wave 我们把这个向脚写出来 比如说你老是看这一点 老是看这个坡 这坡的行径呢 我不看这一点也不看这一点 就看这一点 这一点正好是什么 对这个起初这一点的话 这就是它的二分之一拍 对不对 如果它跑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二分之三拍 跑到这里来就是二分之五拍 所以我看的这个 老是这个位置 那就是我看它 永远是这个值 因为你只要这个值都一样 N等于零就是二分之拍 N等于一就是二分之三拍 等等 好 波谷的位置呢 我就是看二分之二N加一 乘上二分之三拍 波谷的位置 0的话 是二分之三拍 我刚刚大概讲错了 这个 这个是二分之拍 这个二分之五拍 这个二分之七拍 这个才是二分之三拍 好 那么 我眼睛只看这个 或者我眼睛只看这个 但是这个波里面呢 你看到这个位置 X在跑 随着时间在变大 时间在行进 X也变大 但是这个是个常数 这是个常数 这个变大 这个也变大 好 那么 都是时间的行数 那么我就把这个 对X来微分一次 对时间来微分一次 比如说我拿这个 对时间微分一次 一微分呢 它就变成K 我们拿加的 先用加的来做 好了 如果这个是加Omega T的话 主要是加跟减不一样 加Omega T的话 这个 剩下K 这个变成K DX over DT 这个就变成Omega 这个就是零了 这个也是零了 所以说 DX over DT 就是V 这个 那等于零的话呢 那就表示 DX over DT 要等于什么 等于Omega 03 over K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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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是不是写错了 等于等于V OK 我应该先讲这个 负的话 这个没错 负的 这个负的话呢 这个微分 它就变成正的 Omega over K DX over DT 你看这个一微分 DX over DT 减掉Omega 等于零 那么V就等于 Omega over K 如果你用正的话呢 这里就变成负的 所以 这里就表示说 你用这种函数表示的坡 它是一种行进坡 如果这里头是用负ωt的话呢 它的行进方向是正x的方向 这是正的 如果你用的是正ωt kx加ωt减φ 微分以后就变成负的 这个坡是往这一方向行进的 所以以后要注意 kx减ωt 后面有加快减快都没关系 这个坡是向正x方向行进 如果这里是加ωt的话呢 这个坡是向x的负方向行进 这里你要用熟了的话呢 就可以记得很清楚 记得很清楚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看一个例题 我们前面所讲的东西 我们现在用个例题来看 如果有一个正旋的行进坡 频率是500个hz 坡数呢 是每秒300个meters 坡数 v等于这个 让你写出这个正旋行进坡的表示是 就是坡函数 它的坡函数写出来 然后就问 Fuckby问 在介质中 坡在两个位置的相差 是这么大的时候 这两个位置的距离是多少 介质中 坡通过某指点的时候 在1.0个mini second的时间里面 它相位增加或者减少多少 就是我们现在来看 你第一个要看这个行进坡的表示是 那我们就假设 这个坡是这个样子的表示是 假设这个是负的 像正方向行进的 那么我们以致 F是等于500个hz 坡数是这个 坡数是这个 那你现在要 要把这个写出来呢 那当然 YM 这个可以任意指没有关系 你留在这里没有关系 Fi我们也留在也没有关系 你要说你K跟Omega一定要知道 K跟Omega一定要知道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 它的Lamna Lamna是这个式子很出名 V等于F乘Lamna V知道啊 Frequency知道啊 我们可以把Lamna求出来 Lamna求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求K啊 对不对 所以K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Omega呢 Omega等于2πF 这个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把K跟Omega Omega跟K带到这个里头去 所以这个坡 行进坡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表示 用这个方法来表示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这个坡 如果这个坡行进Delta X的距离 相位增加三分之π 那就是XY X加Delta XT的时候啊 那我们可以把原来的坡 写成这个样子 那个 那个φ 后面那个φ 两个φ都消掉 你本来写上去也没关系 你不写也没关系 因为 最后两个 你要比较嘛 两个减一减都减掉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KX 等等 KX OK 这个φ 照这么写的话 这个φ还是要写出来 我这个可能写的时候 有点写错了 在这个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 这个 Sine KX加 Delta X Delta X 其实啊 就说你原来是X 加上 原来的 应该要把原来的坡写出来 这是后来的坡 原来的坡 Y M Sine K X 减 Omega T 加 Phi 对不对 加Phi 或减Phi 都可以 加Phi 那么我们后来就把这个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 X KX 跟Phi 合并起来 把K提出来 那X就变成 这应该用加的 用加的好了 用加的 好 应该是加的 因为 因为我们后来是 Phi是加的 所以X呢 这个X就等于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好 等于这一项 那么 我们知道它这个 增加的这个Phi 是三分之Phi 相位增加三分之Phi 然后呢 它的K K值 三点 变得 X等于 这个怎么回事 当中我没有写出来 那你回过去看看 回过去看看 K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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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 是减Phi的 原来是减Phi OK 原来是减Phi 原来是减Phi 这个是原来是减Phi 后面是减Phi的 我比较记得加Phi 减Phi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一个 所以这个 要把那个图拿过来才行 它这个减Phi 那它就增加了一个 它就 就说你 Z波是原来的波 A波是后来的 增加一个 就是说 Phi有改变的波 对不对 它的X就是增加一个这么大 增加一个这么大 如果借着这某一点的相位 经过ΔT秒 等于ΔT等于 1.0的minisecond 1.0的minisecond 就是说这个 这个时间呢 是经过1.0的minisecond 那么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呢 就等于说是T 加上一个ΔT 这个增加ΔT 那么就相当于啊 这个Y呢 相当于 这个函数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图上面 图上面就是这个样子 图上面 Fhi over Chasa Omega 我刚刚这个要把它 把它变一下 我们看这个 就说你时间 差一秒的话呢 这是原来的 原来的波 原来的波 后来在这里 那就落后一个这么多 落后一个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落后一个这个 那就是ΔT呢 要等于这个东西 落后一个这么大的 就ΔT相当于这个 好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求出来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求出来 Fhi等于 Omega乘ΔT 就等于π个Radio 那就表示说你这个 这个波 是后来跑到这里来了 那就等于后来啊 经过一秒钟 就是说增加一秒钟的时候 增加一秒钟 它的相差呢 就是π个Radians 那相差就有一个 它的相差 就是一个π的弧度 那么上面这个例题 你回去啊 再仔细把它看一看 因为它这个两个图要放在一起看 你看讲义比较清楚 OK 好 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波动方程 Wave Equation 波动方程 就是我们这个波啊 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微分方程 就是说这个微分方程里头Y 它又是X的函数 又是时间T的函数 那你怎么把它写出 这是原来这个函数了 Y本来就是X跟T的函数了 那么它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微分方程呢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 比如说这个波 它横向振动的速度 横向振动的速度 跟加速度 就是这么表示 横向的速度 就是Partial Y over Partial T 它不是行进速度啊 它是这个 比如说绳子的话呢 横波它是这样子振大 行进是这个方向 它这个方向是Y 这个方向的振荡速度 就等于 Partial Y over Partial T 把这个对于时间来做微分 那么 词点横向的振动速度呢 这加速度呢 就是把这个VU 再对T做偏微分 这个再微分一次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又把这个式子 对X做两次微分 Partial Y over Partial X 然后再来 Partial平方Y over Partial X 平方等于这个 那么这两个 那么我们就发现 你现在把 把这两个 这个式子分这个式子 分这个式子比一比 就是这两个式子比一比 就等于V平方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式子写成这样子 Partial平方Y over Partial T平方 要等于V平方乘上 Partial平方Y over Partial X平方 那这个就是什么 Wave Equation 就是Wave Equation OK 以上就是 这个Wave Function 就称它叫做 波动方程 波动方程 好 现在我们要看 横坡的行径速率 横坡 横坡 它在跑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 那个绳子 有一个这样子震荡的时候 比如常常一个Purse 它就往这边等速前进 那么这个速度 这个速率到底怎么算出来 OK 好 我们说波的行径速度 与介质的本质 比如说它的密度 直压密度 弹性系数 等等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好 现在我们拿一条绳子来看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一条 这个弯曲的这一条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绳子 产生了一个Purse 很小很小的一个 一个Distribence 一个小小的扰动 小小的扰动 比如说你这一条绳子 是这样子的 你产生这个扰动以后 这个扰动的本身 站在我们这个惯性坐标 比如说你们看这个东西 怎么跑 是这个Purse 往这边跑 对不对 Purse往这边跑 绳子的质量 还是 绳子 不动 就是这个Purse 往这边跑 现在我们为了要用这个 牛顿力学来做一些计算 那我们就假设一个坐标 新设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坐标 设在这个Purse的中间 设在这个Purse的中间 坐标原点 设在这里 坐标原点 比如说你人死中在这里 当这个Purse往这边走的时候呢 你不会发现Purse往这边走 你只看到什么 看到绳子往这边走 好像你坐在车子里面 路上的人是看到你 你这个车子在跑 你在车子里头不是啊 车子里是看到路上的人往后退 我们现在取一段的长度激素 比如说这一段 是它的Purse 那么我们取得很短很短的这一段 FL 因为这个有够短 非常非常小 我们就把这一段啊 可以当做是一个圆周的一部分 这个圆的半径是R 当做这个圆周的一部分 我们就看这一段的跑 这一段的这个绳子啊 这一段的长度激素啊 它的这个受力状况 然后跟一对牛顿第二定律 它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 那么我们说 打定这一段 达到L的长度 质量是达到M 它受了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 这个是圆周的一部分啊 所以它在这里跑 它做的是什么运动 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 所以它有一个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那么它为什么会做圆周运动呢 那它一定要有一个向心力了 对不对 就说它的向心力 等于质量 它存上向心加速度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向心力是什么 它只有张力啊 这个是它的张力啊 这一边切线下来 这一关切线下来 就是两个张力S 张力 张力是往这边 你这里画一个水平 这有个角 角θ角 那么θ角就等于这个角啊 S乘上 3θ就是往这边的量 所以它是两倍的 因为这边也说S 这边也说S 所以是两倍的S3θ 这就是它的向心力 因为这个θ很小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把3θ 妈妈呼呼看成θ 就是2S乘θ 那等于s乘上2θ 2θ就是这个角啊 就是这边θ这边θ 这个角啊 这个角正好等于半径 这个角 就ΔL是等于半径乘2θ 半径乘2θ等于ΔL 因此2θ呢 就等于ΔL被R除 被R除 所以向心力 向心力 我们首先看 它是 ΔL是来自这里 是来自张力 好 然后我们看右端 ΔM乘AM ΔM就是这一段的质量 这一段质量 就等于它的长度激素 质量激素 质量密度 这是质量密度 就是单位长度 有多少公斤的质量 乘上这个长度 就是等于ΔM 这个μ就是等于质量密度 An呢 向心力是 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V平方 over R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边去 这个带到这一边 OK 这个带到这一边 我们就得这个量 要等于这个量 这个里头 我们就可以把V R约掉了 质量L也约掉了 所以V就等于根号 S over μ 所以横波的传播速度 等于什么呢 等于横波的速度 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绳子 比如说 比如说绳坡好了 跟它的张力 平方根成正比 跟它的质量 密度的平方根成反比 质量密 质量密度的平方根成反比 这个很重要 要记起来 这个单位当然是meter per second 这个就是说 波的速率 与绳子的张力 的平方根成正比 与绳子质量密度 μ的平方根成反比 OK 好 现在我们底下来做一个 例题 一条奔紧的细旋 质量密度是这个 要注意它的单位 我们用的是公斤 per meter 它用的是刻 per meter 真的要转换 悬上坡的行进速率 是每秒八十公分 在这个位置 x等于十公分的位置 它的位移 是这个函数 位移是这个函数 这十公分 这个 kxx 就是十公分 那么位置是这个 函数是这个 现在求波的频率 波长 波数 细旋的张力 好 你要求这个的话 我们 首先呢 比如说你要求波的频率 波长 波数 你一定要把这个 波函数求出来 因为波函数求出来 你才知道它的 波数是什么 波数知道就知道 波长了 对不对 还有频率是什么 你就知道 好 那么我们就 假设它是这个 石子 就跟 当这个 石子里头的 x等于十公分 的时候 它会变成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 十公分 带进来 十公分 带进来 它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两个 做一个 比较 做一个比较 你看这个 这个跟 这个一笔 这个跟里头 这个都没关系了 所以它的正乎 就是五个 cm 角频率 就是T前面的 这个系数 4.0个 radius per second 好 那现在频率是多少 你知道角频率 就可以把频率 求出来 Omega over 2pi 0.4个 0.64个hertz 波长呢 V over F V over F 波长 因为你知道 你现在 我看看它 知道速率嘛 速率知道了 频率又知道 那么我们用 这个 Lamina乘F的V 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把Lamina 求出来 是125个公分 波数呢 波数K是 2pi over Lamina 有了这个以后 就求波数 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 任意位置的 波函数是什么 这就是它 我们K已经求出来了 带进去 Omega有了 对不对 这个 Ambito也有了 就是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好 那我们又再一次 把十个圣地密度 带到这里来 再用十个圣地密度 带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 根据这个式子 X在十公分的时候 是它 可是我们的题目告诉我们 在十公分的地方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两个一比较 就是说这个 要等于这个式子 这个像要等于这个像 因为 这边是一样的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解决出来 这个T约掉了 Fi就等于负的 0.5个 这应该有个Radiance 这有个Radiance 这个0.5后面 要加个Radiance 奇怪 怎么 我明明有改过来 怎么没有 没有出来 好 所以 泼函数 泼函数 你就把这个 求出来了 这个求出来 这个也求出来了 带进去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我们要问这个 波数 他要求他的张力是多少 我们知道他的速度跟张力的关系是这个 横波的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求张力等于Mu乘V平方 Mu知道了吗 V 也知道了吗 乘一乘就出来了 好 这个就是一个例题 以下我们要介绍 横波的功率与强度 我们知道波做什么用 我们单单看它速度跑多快 那形状是什么 那没有意思啊 波是用来传播能量的 传播能量 那么单位时间能够传多少能量 这是我们很介意的 我们很有兴趣的 那这叫波的功率 还有 一个波 它有强跟弱 它的强度怎么个定义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 假设一个理想的状态 忽略所有的阻力 就是神波在震荡的时候啊 什么空气阻力啦 什么 里头分子的这个摩擦力 我们都不管 假设都没有 那么在一个波长范围里头的 指点的震动的 胃能跟动能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它做的是什么运动 减斜运动 你看它那个势子啊 就是一个减斜运动的势子 减斜运动 所以一个波长里面啊 它各质人的动能 不一样 各质人的胃能也不一样 但是整体算起来呢 就是说 它震动的胃能 整个的胃能 跟整个的动能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再利用 剪斜运动里面的一个特点 指点的最大动能 等于最大胃能 也等于任意时刻的基建能 我们用这个来看 假设行进坡的坡函数是这个 我们现在就不要管φ了 我们就假设 假设φ是零啊 就是这个 好 我们取一段长度基数 这个坡 比如说是这个绳坡 我取一段长度基数 Δx 在Δx里面 那么这个Δx 这个长度的这个绳子 它的动能是什么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这个长度的质量Δm 就是像u平方 u不是v哦 u就是横上振动的速度平方 它是等于这个 好 假如这个很小很小很小 Δx LimitΔx 可以 那x approaches zero的话 它可以变成Dx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Δ1k呢 就是这个小小的动能基数 就变成D1k 就是二分之一这个 这个把它变成Dx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y是这个 Dy over dt呢 你就把Omega乘出来 这个变cos 平方一下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 在Dx长度里面 它的动能 它动能跟这个有关了 x有关了 好 我们现在要积分了 因为这个要积一个波长 因为我们这个是取一个波长来看的 cos平方不好积分 我们把它变成负角 cos二分之一 kx Omega t kd 二分之一 cos二 kx Omega t 加1 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么Dx呢 就变成这个数字 变成这样 注意到这个是背角 这个背角 那么一个波长 一个波长长度的玄中 它的ek就等于刚刚那个值的积分 对x做积分 0到Lamina 好 这里要注意 我等一下会写到这里 就是说 cos的背角 或者是sine的背角 你看sine的背角 整背角 就是nc的 这个是背角 cos nc的 dc的 从零提到二排 这个积分一定是零 你们去记看看 一定是零 ok 因为sinecos 它是一个对称的函数 挣多少负就是多少 这一定是零 所以这个积分的时候 这一项就是零了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地方当作是 你这里除一个k 这个乘一个k 这个就是零了 ok 好 那么 这个积分就是零了 这个积分就是零 那剩下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那就是把 这个积分就是零到x Lamina 就是乘Lamina 因为总卫能等于总动能 好 那么 总基建能呢 就是这两个之和 这两个加起来就等于这个 所以 这个是总基建能 它传播能量的平均功率就是 平均功率就是 delta e over delta t 就是delta t秒里都传了多少能量 那我们是看一个周期了 一个周期传的总能量是这么多 一个周期的长度 时间长度这么大 你就把这个量 除上t 然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 t就是f t分之一就是f f乘Lamina 就是v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就是把 Omega变成2πf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你可以用这个表示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这就是平均功率 像这个式子的显示 正旋波传送的功率 与频率的平方 频率的平方 成正比 与正乎的平方 成正比 比如说你拿一条绳子 我要把这个功率传过去 你甩得越快 那当然单位时间 传播的能量越大嘛 你越快就是频率越大 频率的平方成正比 还有 我甩得越用力 我的安倍就越大 那么当然 我要用的能量就越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就是能量的平均功率 那么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讲波的强度 好 好 好 我们下个 好 好 好